就是现在的伤很多很多就是已经形成那种疤痕了 然后做水刀呀打牌啊就是拿那种枪袜子对他电棍呢 我和这个老哥是20年认识的然后当时他很穷 后来他中了8万块钱彩票啊 然后 三个月发光了发光以后他就说他去 呃外国啊是泰国对那就这么讲 那个人就给他定机票之类的然后请他吃饭 反正是到了以后把他护照身份证都拿走了 然后起初还跟我有联系呢 就是跟我借钱 然后 我也没借给他当时有防备吗 去了以后他不忍心骗别人 然后他就一直被打被挤罚呀 就是一个篮球场呢青蛙跳 跳了很久很久反正跳的他 很难受就是走不了路了已经 到了21年中旬的时候他跟我发了一条可以的消息也是借钱 反正是非常惨 腿被打断了全是斜 然后让他坐水道之类的反正 山上就没有好地方 皮肤都是烂掉的 到了21年年底 家里人联系不上他吧然后 他家里人也比较着急了算是然后 联系上什么当地那个叫舌头是吧 然后 就说交付金或者交赔付反正他签了不少赔付 大概是20多万吗 然后 他还是被打签了赔付以后把钱他家里人把钱打回去以后 不再打他了然后 他在 22年年初的时候过年的时候 回来了反正 他跟我讲 在那里非常惨就是不知人过的日子 就是不让你吃饭 八年那是经常的事把你关小黑屋里面 就是好几天就是 那种小黑屋都是二无天日那种非常非常惨 他在22年 专节的时候反正是都飞机回来了 前几天跟我讲 就是 在那里 怎么说呢 非常非常惨 很多很多人 然后 有一个建筑群叫圆区好像是 然后好多好人都在那 然后 那个领导的人基本都是中国人 然后还有打手拿着枪之类的 然后你要是跑的话就会打死那种的 他说的非常幸运 就是说 十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可以走 他是 那一批中的两个人有十个人交了赔付吧 那七个人没有走那两个人他是一起走的 前几天他给我拍照然后视频的时候 怎么说呢 他身上 就是现在的伤 很多很多就是已经形成那种疤痕了 然后 坐水楼呀打牌呀 就是拿那种枪帽子 怼他 电棍呢 或者是那种 自制的那种 警棍吧好像是 我又不清楚什么东西反正 他说的 被打得非常惨然后 好几个人一起打他 反正就是他讲 十个人里面反正 有八个人回过来 那回来那两个特别特别幸运可以说特别特别幸运 因为 他家里人不止 就是说 牵了北付还有给舌头很多钱反正 特别特别惨被打的 被打的几乎是 除了能思考问题 山上已经被打得动不了了 就非常非常惨就那么惨 他回来跟我讲他已经是大事逃务了 从刚回的时候就开始干外卖 然后做外卖员 可能特别特别幸运 还有就是他签那个赔付单 本人在外面 与别的公司没有任何报告也没有任何经济纠纷 本人志愿加入东方集团 赔付 6.5万 没有任何经济纠纷 自愿加入创新公司 赔付 7万8 我是志愿过来到 本公司上班的 你赔付多少 赔付是 60 5万 我愿意干吗 愿意 嗯行 什么空气费呀 鼠标费呀 这个费那个费 简直 我听他讲了以后 简直感觉他们那边的人 把人的心里躲不得很透 就是让你签各种各种费用 然后高的离谱那种 真的吓人 都敗安 五卦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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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